大家好 我是小狐狸 今天給大家帶來驚悚漫畫 咖啡廳 這天 小您在公司正對著新人 佩佩訓話 大罵她怎麼又把工作做錯了 同時小青離職以後 都已經缺人手 有夠忙的了 現在的新人 佩佩還一直做錯事 佩佩和小青還曾經因為私事 在公司大打出手 小您吩咐佩佩 今晚通宵加班 都要把工作做完 佩佩回答知道了 臨走前還對小您鞠了個功 小您在埋怨 都怪自己當初選錯了新人 導致自己一直在收拾爛攤子 佩佩也都聽到了 小您繼續工作 突然她說想喝咖啡 這時 佩佩把一杯咖啡放在了小您的桌上 說是給小您的 小您稱讚佩佩反應快 不過 絕不會因為一杯咖啡就通融她犯的錯 佩佩回答 知道了 再規規矩矩地回到位子上繼續工作 小您拿起咖啡吸了幾口 感覺這味道難以形容 下班後 小您走在路上 跟著她喝的那杯咖啡的店名 正在尋找店面 這間是在網絡上找不到的咖啡廳 還真的讓她給找到了 她進了咖啡廳 里面有不少的客人 但是很安靜 小您不禁懷疑大家是不是都是來著閱讀的 她走到櫃台 有個閉著雙眼的咖啡師招待她 小您點了一杯美式咖啡 咖啡師閉著眼睛詢問小您是否要辦一張集點卡 小您說自己不太會集點 下次再辦吧 可是身後坐著的客人們 都用奇怪的眼神看著她 小您在咖啡廳裡喝著咖啡 心裡在想咖啡師是盲人嗎 閉著眼睛工作嗎 她繼續喝著咖啡 突然感覺剛才在公司喝拿鐵的時候沒有發現 咖啡的味道怎麼好像有點腥 這時閉眼的咖啡師走了過來 問小您咖啡味道可以嗎 小您嚇了一跳 咖啡師接著說 我們咖啡的味道會跟別家不一樣 因為裡面有加動物的血 小您很驚訝 動物的血 咖啡師表示 由於客人可能會產生反感 所以她都不會事前告知 她反問小您 但你應該也感受到了 那是很吸引人的滋味 小您呆住了 點點頭 咖啡師在說 其實店裡的所有飲料 全部都有加入或是蛇之類的東西 乍聽之下可能難以接受 不過這其實有意健康 味道也很好 很多客人都是為此而來 咖啡師再次跟小您確認 坦白說味道很不錯吧 小您點點頭 小您說想再點一杯外帶 咖啡師再次問她 是否要辦集點卡 這次小您答應了 咖啡師給了她一張集點卡 要求她寫上全名 並告知小您 集滿10格 就可以喝到菜單上沒有的特製飲料 小您奇怪 通常集點卡都會寫名字嗎 但是還是照實寫了 小您走出咖啡廳 心想特製會比這個更好喝嗎 還有那位咖啡師不是看不見嗎 她剛才怎麼有辦法剛好走到我面前呢 隔天 小您問起佩佩 聽說那間咖啡廳用的材料不太一樣 不過佩佩的表情似乎不知情 這天 小您拿著蓋滿10格的集點卡 來到咖啡廳兌換特製飲料 這七個特製飲料名叫 清冰沙 咖啡師準備好了飲料 交給小您 是一杯紅色的冰沙 小您很好奇是什麼味道 看顏色不像葡萄冰沙 小您吸了幾口 她覺得很好喝 突然她覺得 似乎有東西塞住了吸管 往杯子裡看 小您驚嚇得大叫 杯子裡有一顆人類的眼球 她立刻站起來想吐 但是突然感到暈眩 跌倒在地上 她伸手向坐在旁邊的女客人求助 抬頭一看是就同事 小清 小您露出痛苦的表情說 小清是你 太好了 快救我 我的飲料好像被人掺了藥 同時用顫抖的手想碰小清的腿 結果發現原來小清是透明的 手直接可以穿透 這時咖啡師走了過來 小您已經痛苦地躺在地上了 咖啡師對著她睁開了眼睛 原來咖啡師閉上眼睛 是因為她根本沒有眼球 畫面一轉 一個女人走進了咖啡廳 點了一杯飲料 咖啡師同樣閉嘴眼詢問她 是否要辦幾點卡 女人看著這期的特製飲料說 不用了 雖然我很好奇 但是感覺那很難喝 原來這個女人就是佩佩 而這期的特製飲料名就叫 小您拿鐵 故事到這兒也就結束了 喜歡的小夥伴們 歡迎訂閱小狐狸頻道唷